陈哲远与佳人一起前往泰国 赵露斯在代表范思哲时 进行了一次壮观的改头换面 在娱乐和时尚行业日益紧密相连的背景下 像陈哲远和赵露斯这样的明星 在国际舞台上的出现 不仅为东亚文化增光天才 还为他们在娱乐和时尚产业中的发展 开辟了新的机会 让我们一起探索陈哲远与佳人一起 去泰国旅行的意义非凡的旅程 以及赵露斯在成为著名时尚品牌 Vorces的全球代言人后 令人印象深刻的蜕变过程 陈哲远和充满意义的旅程 与母亲和家人一起在假期中旅游泰国 陈哲远 华语娱乐圈中正在崛起的年轻明星之一 选择了用他珍贵的时间 与家人一起创造美好回忆 他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 也是一位孝顺的儿子 总是重视与家人共度时光 他选择泰国作为家庭假期的目的地 不仅展现了他对新体验的热爱 也是他想要与母亲和家人 共享幸福时刻的方式 每当母亲生日到来时 陈哲远从未忘记组织庆祝活动和送礼物 表达他的情感和深切的关怀 通过这种方式 他传达了家庭的重要性和爱的信息 不仅通过言语 也通过行动 赵露斯成为Vorces全球代言人后的 令人印象深刻的蜕变 年轻才华横溢的中国女演员赵露斯 成为著名时尚品牌范思哲的全球代言人 此次事件不仅是他事业上的重大转折 也证明了赵露斯从甜美 温柔的形象 成为大胆和叛逆的象征 赵露斯与Vorces合作的第一次活动 为2024春夏系列 于2月19日公布展现了他惊人的变化 赵露斯的新形象 强烈的烟熏装和大胆的时尚风格 证明了他在表现和造型上的巨大进步 这种转变不仅获得了公众的称赞 也得到了Vorces的CEO Donate Le Versace的认可 他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对赵露斯的骄傲 Donate Le Versace的骄傲和网络社区的反应 Donate Le Versace公开分享了对赵露斯成为Vorces代言人的骄傲 展现了他对赵露斯将品牌带向更接近东亚观众的能力的信任和期望 赵露斯与Vorces的合作也强调了中国市场对国际时尚品牌的重要性 网络社区对赵露斯成为Vorces全球代言人的首批图片的反应表明 观众热烈接受了他 赵露斯在风格和工作态度上的进步 不仅增加了Vorces的品牌价值 也有助于提升他自己在国际公众眼中的形象 陈哲远和赵露斯的意义非凡的旅程 不仅是关于名气和成功的故事 也是关于家庭力量和自信的证明 无论是在娱乐领域还是时尚领域 他们都展现了勇气和渴望上升 赵露斯与Vorces的转变和陈哲远与家人 在泰国的意义非凡的旅程 为其他年轻人追求激情和真实家庭价值提供了灵感 我们希望您喜欢这个视频 并从陈哲远和赵露斯的旅程中获得启发 别忘了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意见 分享您对这个故事的想法和感受 您如何看待赵露斯与Vorces的转变 以及陈哲远和家人在泰国的意义非凡的旅程 您有没有类似的故事想要分享呢 也请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不错过更多关于名人 时尚和其他有趣话题的最新视频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期待听到您的意见 女演员马思春令人印象深刻的减肥之旅 食谱与耐心 马思春在最近出演的电视剧《烟火人家》中引人注目的减肥之旅 吸引了观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这一转变让人回想其他几年前在七月与安生中的巅峰表现 不仅彰显了他对自己事业的奉献精神 也凸显了他对个人健康和幸福的承诺 据报道 马思春成功减肥的秘密是他自律的方法和决心的名证 他将自己成功的70%归因于健康饮食 30%归因于锻炼 强调了在实现健身目标时平衡的重要性 这种平衡的方法尤为值得注意 因为在这个行业里经常会美化结实和极端措施 但这些措施对身体和心理健康都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马思春通向更健康生活方式的旅程并不是没有挑战的 他公开承认过去因情绪问题和节食而导致的体重问题 然而 他决定走上为期六个月的转型之旅 表现出了坚韧不拔和愿意将长期健康至于短期修复之上的态度 马思春的方法的核心是注重均衡的饮食和定期锻炼 他的饮食包括一天两顿饭 早上喝绿色果汁 晚餐轻食 如牛排或虾配摩鱼面 体现了对营养饮食的承诺 而不是剥夺 通过选择像牛排或虾配摩鱼面这样的健康食物 他展示了一种可持续的减肥方法 除了饮食上的改变 马思春还强调将体育活动纳入日常生活的重要性 像跑步这样的户外活动 不仅有助于身体健康 还促进了整体健康和心智清晰 此外 他倡导伸展和充足睡眠等做法 认识到他们在支持健康生活方式中的作用 在健身和营养之外 马思春的旅程还凸显了更广泛的自我接受 和优先考虑全面幸福的主题 通过不管体型如何都接受自己的身体 并将健康置于迅速减肥之上 他为粉丝和同行树立了积极的榜样 他修订后的生活重点包括家庭、健康、事业、友谊和爱情 反映了对成功和满足的成熟和平衡的看法 尽管有个人的挣扎和胜利 马思春的事业仍在蓬勃发展 展示了他的多才多艺和对自己事业的奉献精神 在多部电视剧和综艺节目中扮演角色 他展示了在追求艺术目标时的坚韧和热情 此外,他优雅和专业地处理过去的浪漫经历 表明了他作为女演员和个人的成熟 减肥成功确实让马思春由内而外改变了 近日他在《给我5分钟的时间》节目中 回答人生重要事项的排序 以前他的答案是亲情、爱情、健康、友情、事业 现在则是亲情、健康、事业、友情、爱情 总给人恋爱脑印象的他 当年与欧豪和颜佐尔假戏真做的一段情 让他伤透了心 没想到现在竟把爱情放在最后 成了清醒大女主 即使他正在和乐团盘尼西林主唱张哲轩在交往 也没荒废事业 今年才2月 马思春已经上播了《侦察英雄》和《烟火人家》两部戏 还参与综艺《大侦探9》演出 接著《药禁组》和张若云搭档拍摄《血缘相对论》 综艺、戏剧双管齐下 资源是一等一的好 总之 马思春的减肥之旅是对坚持和自我保健力量的鼓舞 通过优先考虑平衡 一致性和长期健康 他为粉丝和同事树立了积极的榜样 随着他在事业和个人努力中继续茁壮成长 他的故事为那些在追求健康和自我接受的旅程上的人们 提供了希望和启示 《药禁组》